今天来聊一聊关于狂飙山的 普狂 省狂 国狂 到底有什么区别 它的这个价格从100多到400500不等 包括还有这个狂飙山的明星套胶 卖到800多 一片小小的套胶 同一个系列下 为什么价格能够差这么多呢 其实普狂 省狂 国狂 都是一样的配方出来的 只不过说 在这个同一个批次下来以后 里面品项 品控 各方面性能比较好测出来的 把它作为国狂 稍微再差一点点的作为省狂 最差的作为普狂 所以为什么有的业余球员 买的这个普狂 它逛完油以后 刷完了以后 甚至有时候打起来比国狂还好打 那可能就是你的运气比较好 你买到的这个普狂 可能是品控下来 还是不错的 是吧 可能能赶上这个省狂以上的水平 其实就这个生产成本来说的话 不管是省狂 普狂 国狂 它其实生产成本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的 但是作为一个品牌而言 它把它分为多个系列 是吧 由低到高的这个价位 它也是为了划分不同的人群 因为有些业余球员 它就是追求最顶级的最好的 所以为什么红装旗还推出这个所谓的明星套交呢 就是因为很多业余球友去追星 马龙打什么我就打什么 多少钱我都愿意花 所以研究所给马龙 给顺应杀 给他们特制的这个蓝国狂 或者是国狂 我可能多做一些出来 把它放到市场上去买 因为有的业余球友以前 愿意花高价去买 就很容易买到假货 买到所谓的爱马龙打升下来的这个套交 是吧 跟马龙同款的套交 其实根本就是假货 所以出了明星套交以后呢 一方面打击的假货也满足了这部分人群的需求 所以对于一个产品线而言呢 红双喜做的是非常成功的啊 它把一个产品线的规格做了这么多种 如果说它就一款狂飙三 它可能销量不会有这么多 但是呢 你看它把狂飙分为了 浦狂 省狂 国狂 还有蓝海绵的这个省狂 国狂 还有NEO的 是吧 省狂 蓝省狂 等等等等 就光狂飙三这一个爆款的产品 它硬是把它做成了一个系列 而且这个SKU的这个规格加起来啊 有几百种 每年还在新增 现在又出了2.1 2.15的 在厚度上面也进行了划分 有2.1 2.15 2.2 是吧 有这个37度 38度 39度 40度 41度 其实这个就是商业模式上 消费层级的一个划分 你像苹果每年新出的手机 是吧 它有15 有15 Plus 15 Pro 还有15 Pro Max等等等等 价位呢从5000多到12000多不等 但是每一个消费层级它都覆盖了 这样的话呢 它的整体的这个销量啊和利润率才能最大化 当然啊我们作为这个商家 肯定是希望这个利润越大越好啊 越赚钱越好 但是作为消费者的角度呢 我建议大家 如果说你是一般的业余爱好者啊 其实顶多买个省狂就够了 没必要去追求什么国狂啊或者明星套交 真的你说花个四五百块钱去买个胶皮 它的寿命可能也就三四个月 是吧 现在胶皮整体的品控做的又不是很好 胶面氧化呀 起泡分层啊等等的各种问题啊 毕竟我们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是吧 所以买个一般买省狂或NU省狂 我觉得就足够用了